据香港媒体报道 12月14日 曾现出轨风波的黄欣颖潜水8个月 终于从洛杉矶回到香港 数十媒体于机场守候 黄欣颖身穿灰色大衣走出机场 起初她停步让媒体拍照时变无表情 步行时遭记者包围 期间眼泛泪光 消失8个月的黄欣颖 面部肿胀明显肥了不少 之后黄欣颖接受访问 问到往后的工作计划 她强调 这次回来是千家人 问到会留在娱乐圈或转行 她指未想过 未有时间去想 问到有没有跟安子联络 她说不再回应 并澄清没有改名 也没有转行 未想过工作上的事情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